美的影集里面呢 都有现身哦 包括像六尺风云 整形春秋 然后实习医生 比佛丽 班牙齐尼 让大家非常熟悉的灵感音 跟吸血鬼日记 那在不同的戏剧里面呢 你会发现哦 西娅的声音 她也非常的具有脏力 所以在这张专辑呢 她的名字就叫 Lis is acting 就超有戏 不露点也超有戏 那西娅呢 在这个封面呢 用一个非常这个 有趣的扮相鬼脸 来跟大家见面 那从上一张的 上一张的这个 1000种恐惧 到2016年 全新的大叠超游戏 你可以发现哦 就是百变的 这种创作型才女 永远会有惊喜 让大家来这个感受 那么刚刚听到的是西娅 在这个最新专辑里面的 叫Broken Glass 欢迎大家来到 非碟人博王非碟晚餐 那么在今天非碟晚餐呢 跟大家来聊的是艺术 是艺术的点点滴滴 还有不同的观点 那最近呢 则新去了一趟日本 其实最近去了很多地方 那么在日本呢 刚好因为工作的关系 去拜访了这个春上龙 那春上龙他 现在目前在日本的这个 生美术馆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盛大的展示 这个展示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呢 就是500罗汉图 我自己个人认为 这个图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那我们先首先来简单来讲一下 就是在所有的佛教的绘画里面呢 那500罗汉 就是所有的罗汉图呢 是一种非常特别的 这种表现的方式 那最主要呢 是要讲就是 人怎么样进行民性之后 经过修炼 然后可以称为罗汉果 在佛教的体系里面 因为佛教有不同的派别 那对不同的派别呢 他们对人修行的这个品位 就是你修到第一集 第二集第三集 会有不同的这个层次 会有甚至算 有点像阶级制度 那当然你可以隐隐约 也可以发现 就是他脱胎至古老 原始的这个印度宗教的这个宗颖 那么在这个 在不同的这个品级里面呢 第一个修行呢 就是罗汉 就罗汉 那罗汉呢 在长久以来认为 就是在众生有情之下 就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 那我们这个 无论是一个人的独行 或者是跟大家非常陆式的生活在一起 那你会跟许多多的 这个世界上面的生命产生交汇 那这些罗汉呢 用他自己的生命观点 去跟世界来互动 那是产生不同的这种 古事跟因缘 那五百罗汉呢 也是许许多多的这种 艺术创作里面非常喜爱的 尤其是在日本跟中国的 两边的传统绘画里面都会看到 那么在中国 就是包括了在唐朝 你可以从他们的这个 像云刚的龙门石窟里面呢 可以看到 这大型的这个五百罗汉的雕刻 那么乃至于是到绘画界 我们就提到 就不能不提到日本的江湖时代 那么这些五百罗汉 它的概念是从十六罗汉 十八罗汉 然后变成庞大的 庞大的一个 算是一个信仰传统 那在中国呢 我们最 我最早看到是东晋 东晋呢 在心灵的这个 它的映画显现 在这样子一个创作作品里面出现 那在日本呢 包括了像江湖时代的这个首野一姓 然后他所画出来的这个五百罗汉 非常的迷人 那目前呢 这个寿野派的这个五百罗汉 他在真上寺 真上寺在东京铁塔旁边 如果你做这个 都营的捷运呢 应该在叫做大门 在大门这一站下车 那你往真上寺 真家的真上面的上 就会去看到这个一个非常 在东京铁塔上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庙 那这个庙呢 传统以来 它是以这个德川家 就最后一个幕府 将军家的家庙 所以后面呢 有许许多多这个德川家的将军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遗骨就安放在这边 那么在 他的寺院的本堂 就是他最重要的 这个本堂的地下室 目前在展的就是五百罗汉 是江湖时代的绘画 那刚刚我讲到就是 那五百罗汉呢 后来他也被不同的艺术家 继续的来沿用 来引用 那么 这一次呢 春上龙在2015年的年底 所推出的这个大型的画展 其实是因为 在311 这个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呢 那他们看到了 就是诸行无常 然后人世间呢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离别苦难 所以他决定要用艺术的方式 重新呢 来诠释五百罗汉 他总共我画了 其实那个展 非常的 因为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博物馆 他是以现代美术为主 那上次的安迪沃和 或者是之前的 九九冒险野狼 我觉得相当的不错 但是没有像这一次 我觉得我在森美术馆 看过这么多次的展览 这一次真的让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惊讶 那第一个 就是村上龙的五百罗汉 他以这个超大的篇幅来展开 那每一个 这个创作细节呢 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就是一个艺术家 怎么可以将 世界 用他独特的观点 无论是宁缩 或者是放大 在画面上面 那无论在绘画技巧上 当然是无懈可击的 那最主要在作品的表现方式 一方面他非常的魅俗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大众文化的东西 你可以从很多的这个琢磨里面 可以看到他跟这个卡通漫画 这种大众文化广告设计 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可是另外一个层次上 你可以看到他在构图上 在构图上 那他有用非常庞大的野心 他希望将日本所有的文化跟次文化 以村上那种独特的观点 把他这样翻除 把他表现出来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 包括了他这个五百罗汉的 青龙白虎猪雀玄武 这四幅超大型的话 那么这四个超大型的话里面呢 展现了独特的宇宙观 甚至于是日本人 他们独特的宇宙观 那这宇宙观呢 那代表就是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 这个不可预知的这个灾难 还有不可预知的死亡跟意外 那这些 这些 这些不可预知的东西 也就是所谓的无常跟无间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正视 那一句后来的超脱 透过绘画 透过文字 我们有另外一种体会 那我在看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非常的震惊 其实出上的东西 之前他东西也不错 但是没有像五百罗汉 这样子让我那么的惊讶 所以如果最近有计划到日本 去旅行的朋友呢 其实我建议你到东京的 这个深美术馆去看一看 就是日本的现代美术家 怎么样来表现传统的画作 我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那我们今天呢 还是继续来谈艺术的 不一样的观点 不过我们今天要谈的呢 我们要先稍微跳脱一下 我们要跳脱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都讲了 普普艺术嘛 那大家期待讲的是 安迪沃和 不过我们在今天这一集呢 做个特辑 今天是三月嘛 你要讲说三月是读书天 我们要讲一点 书跟艺术之间的关系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休息一下 听广告啦 想要一次看片台南古迹 尝遍台南道地小吃 和运动美女林可彤 一起享受路跑 还有还有 超值丰富的玩赛好礼 通通只在2016第十届 台南古都国际马拉松 上网搜寻 一年之际再于春 一年之春就在台东那陆湾 那陆湾三天两夜 拥抱台东春天的芬芳 旅游台东首选那陆湾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 及ISO9001认证 那陆湾大酒店 零八零零二三九八八 六岁和白一座光阴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杨立宗 我们的那时此刻 是一部很跨半世纪 献给台湾不同世代观众的电影 3月4号 请你牵着爸爸妈妈的手 一起进戏院 再次感动 我们的那时此刻 我们是爱卑士尼博乐团 欢迎你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现在收听的是 飞碟晚餐 飞碟晚 这个谢耀星时间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今天是艺术 但我们今天的艺术 要做不一样的连结 那我们先把这个 我们在2015年 从秋天一直到现代的这个 美术 其实所谓的这个 美国近代的美术 我们先说休息一下 我最近拿到一本书 这本书呢 叫做What we see When we read 当我们在阅读时 看到了什么 这本书是大块文化出版的 那他的作者呢 是彼得曼德森 大家对这个名字 可能很陌生 彼得曼德森是 当今全世界 最具有能量的 封面设计大师 有点像是我们 大家习惯的 像是 像是聂永珍这样 但他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是最具有 当今世界上就具有辨识度 而且他的图像也具有高度的思辨力 意思就是你看到他的图的时候 你就会有很多的想象 这些想象呢 无论是向内心的挖掘 或是向外的拓展 那对于一本书或CD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面 一个界面 透过这个界面呢 我们去想象说 这个商品 或这个书里面 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奇 跟感动 不过呢 这个彼得曼德森所写的这本 当我们在 我们的阅读时 看到了什么 这本书呢 他的Football 用图像读懂世界文学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呢 不是文学的部分 我要讲的是图像的部分 在非礼晚餐礼拜五的节目 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艺术史上的故事 那在艺术史上的故事 最主要 我在讲这个单元的核心 在于人类怎么样 运用图像 来表达内心世界 我们人对自己 我们人对他 对其他的存在 甚至于对世界 乃至于对抽象的东西 例如说永恒 例如说美 还有像时间 这样子 可以说 不太能够琢磨 有点暧昧的 这样子的人事物 图像呢 图像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 怎么用具体的东西 的事物呢 去勾勒 甚至于是不存在的所在 那我上一段呢 我刚在休息之前 讲到了这个春上龙的 五百儒汉 其实就是透过图像 去捕捉 生 死 无偿 这三个不同的概念 那只是他用的方式 是非常的现代 甚至于非常的魅俗 但在魅俗里面 你可以看到艺术的价值 这是他是一个 这是我的看法 那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呢 是 其实不是讲的书 我是讲的概念 用图像读懂 那个世界文学 当我翻开书的时候 第一页 我就开始慢慢翻的时候 它其实你可以当个图画书来看 那我今天有点像这个 这个导读 也不能算导读啦 就是说 到底图像 又怎么样让我们来 透过 透过这个图案来理解 世界文学 那首先呢 我想到就是维根斯坦 维根斯坦说过呢 命题是现实的图画 命题是我们想象现实的模型 这句话听起来很深奥 其实其实中文 大家看到也不一定能够了解 他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题目的时候 其实我们心中就已经有了图案 所以为什么有些画家 他的画特别要叫做无题的原因 就是这样子 当你看到了题目的时候 其实你心中就已经预设了图案 我打个比方说 白金记 没有为了的白金记 当你看到书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他讲的是一只白色的鲸鱼 对不对 虽然不是白色的鲸鱼 但在故事记者上没有变嘛 就是有一只鲸鱼 还有一群精神上有问题的人 在大海上想要追杀一只鲸鱼 或者是这只鲸鱼 反过来追杀这群大海上的人 那这个就是白金记 老人于海 对 就算你没有看过书 我相信看过书 那种书我看过一次 你会觉得非常辛苦 因为海明卫用非常精密 也很像清文报导师的文字 一笔一画的用公笔来雕刻出来 在古巴 在这个佛罗里达 在墨西哥的这些人们海上的生活 那么在这个海明卫的文字里面 你可以感受到阳光 可以感到阴影 可以感到风 还有感觉到这个海水的咸味 这是海明卫文字的特色 所以当你看到老人于海的时候 你脑中已经有一个图案出现了 所以维根斯坦这位哲学家 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 那他就讲过了 命题是现实的图案 命题是我们想象现实的模型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 就是当我们看到名字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图案 那这个定义 非常的清楚 也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在写一篇文章 或者是我们在画一幅画 看一幅画的时候 他本身定这个名字 就有他独特的意思存在 例如说鲍法利夫人 他为什么不叫爱马 当然以前有书叫爱马 因为书的女主角就叫爱马 他为什么不叫爱马呢 因为他把他已婚的身份 把他带出来 那你看到鲍法利夫人的时候 你这个名字就是一个 非常的bourgeoisie 就是中产阶级 就是中产阶级 然后这样子的名字呢 就带有一点点这种享乐 奢华 所以当我们对文化 有一定的了解的时候 这样子的书名展开来 我们马上在脑海中 就勾勒出鲍法利夫人 也就是爱马的模样 爱马的模样 那当然了 在这个书里面 或者说在这本的时候 当我们阅读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什么 他其实讲是图像 这么说讲都是图像 那公式第一句话 就有这么多的含义 那接下来来看到 就是他引用了 阿加萨克利斯帝 在美索不达米亚 金魂里面的一段话 那阿加萨克利斯帝 是20世纪的这个谋杀天后 就是古典的推理小说 有所谓的黄金时代 有所谓的白银时代 跟青铜时代 那么阿加萨克利斯帝 跟富尔摩斯的作者 柯南道尔 都是属于黄金时代的作家 因为他们这些作家 在完全荒芜的文学境地里面 开垦出一方又一方 一片又一片的沃土 这些沃土呢 长出来了就是 推理小说 悬疑小说 这种新的文学类型 在艾伦波之前 推理小说 带有悬疑性质的小说 不是文学主流 甚至于它不是一种文学类型 它没有被人家想过 那么在这个 阿加萨克利斯帝都写了 它这么多的书 以前远流跟远景出了非常多 一套一套 一百多本 那其中有一本呢 叫《梅索不达米亚惊魂》 它里面写到了白罗侦探 那这个 在阿加萨克利斯帝 它笔下有几个最有名的侦探 其中一个就是白罗 侦探白罗 那书里面写到 就是 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第一次见到白罗侦探的情景 当然后来就习惯了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 不要吓一跳 书里面怎么写呢 我不知道我原本是什么想象的 当然我知道他是外国人 但是没有想到 会这么的外国 如果你懂我的意思 你见到他就会想笑 他看起来就像是个舞台剧演员 或是从画里面冒出来的 一个作家 其实在写作的时候 他不会用文字去填满 他不会把每个 他头发 他头发 蜜糖色 然后有点点卷 然后鼻子 眼睛 睫毛 就他写再怎么仔细 一百个人的想象 他也是完全的不同 那是完全的不同 那但是呢 阿加萨克利斯帝 在书里面写到了白罗 他说他长得很外国 他非常的外国 这句话其实有讲对于没有讲 但是每一个人 在心里想 他的外国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你脑海中 就会出现了一个图像 就是到底长得很像外国人的外国人 是怎么样 长得非常外国的外国人 所以你脑海中 就会出现一些人 但是呢 在书里面 就是这个彼得曼德森 他在书里面写到 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 他说 当我们在想象 一个人的模样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把过去 我们看过所有的脸孔 拿出来拼凑 然后再拼凑 正好一种拼凑 重新组合 这个概念让我想要谁呢 想要拉斐尔 拉斐尔在画人像的时候 他女生几乎不用任何的模特 但男生需要 那原因是因为 拉斐尔本身 他就是一个情场浪子 所以他经历过非常多的女性 那么在这非常多的女性的关心里面呢 他将女性共同的特点 把它摘出来 也就代表拉斐尔独特的审美观点 这些审美观点呢 包括了就是 他的眼睛 必须是细细的 然后他的嘴唇跟脸颊 是稍微有肉丰厚的 然后额头饱满 皮肤白皙 然后头发像蜜糖一样的颜色 那整个看起来是非常的 他不能说福态 他非常的风鱼 然后相当的具有存在感 这是拉斐尔喜欢的女性 简单讲就是要肉肉的 这些不能有胖不是胖 就是肉肉的 那这样子的影像呢 就是属于拉斐尔对女性的观点 那刚才讲 阿加萨克利斯蒂 他心目中的外国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 实际上阿加萨克利斯蒂 他曾经在 他会陪他的老公 他的前夫 到这个中东去进行考古 所以他为什么会后来写下 这么多跟中东有关系的主题 包括我刚刚讲的 那个美索不达米亚金魂 那所以在他心目中的外国人 其实会比较像是 中东那边的 像基鲁里文那种点 但是在英国来讲 对一定英国人来讲 真正外国是那样子 不过我们读到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知道就是 一般就是 一部好的小说 他要改编成 电影的时候 或影集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当他改编的时候 女主角或男主角 他选出来的样子 一定不符合我们的期待 我们会认为 他女主角的脸 可能要更尖一点 人要更高一点 或更矮一点 他身形要更丰厚一点 或是更扁一点 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 每次像什么神雕侠侣 或者是 一天图容记 只要说 我们要先拍新版的 2016年版本的 一天图容记 我们张无忌是谁 然后周子洛是谁 一顿就跳出来 所以他不是 他不是 不是我心中想象 实际上 就像是作者 金庸 都没有具体的描写 他用非常含蓄的文字 来勾勒 男主角或女主角的模样 这是艺术家在做的 艺术家在表现主义里面 他就是用非常含蓄 用非常模糊的方式 去勾勒一个概念 那至于填补他的 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力 跟我们的人生经验 所以为什么 我今天要特别介绍 这本 就是我们在阅读时 看到了什么 那么彼得曼德森 他透过现代美术的观点 带我们重新去理解 世界文学所带来 所有的不同的阅读经验 那当然这里面 还有很多可以分享 还有哪一些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休息一下 听广告 大业大学 世界排名全球前百分之五 大业大学 学生增加人数全国第一 大业大学与外国名校双联学制 大学四年同时取得双学位 念大业好就业 请上网搜寻大业大学 永远的情歌王子 Richard Marks 从Right here waiting 到Now and forever 三月十四白色情人节 Richard Marks台北演唱会 购票请上年代收票系统 获全省便利超商 当我们的孩子 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 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 就能对人生与美感 有十种体会 对孩子来说 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 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 12片CD原价798元 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6-8368 成品及伯克莱网络书店热卖中 哈喽 他嘎好 我叫黑东东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收听的是 飞碟联播王飞碟晚餐 我们在今天飞碟晚餐 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这个图像跟文学之间的关系 那今天的这个分享的比较偏重 就是我们当我们的阅读的时候 我们脑海中所浮现出来的影像 那这个影像其实就关系了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 怎么样跟大家来讲表现抽象主义 就像这种抽象表现主义 或者是比较现代的艺术概念 其实它都是一种非常主观的生命体验 这些生命体验呢 就端看于艺术家跟读者之间 跟来看画的人之间 有没有精神上的关联 或者是互动 当我们的人生有类似的体验 我们就能够理解画家为什么会这样画 但是画家的作品 永远超出我们的期望跟看法 我们当我们看到画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 或原来可以这个样子 那所以这就是图像 在给我们的感动跟启示 那反过头来 有时候图像呢 也是误导我们的 那最容易出现的地方 就在阅读 所以在现代的这个 这个艺术概念里面呢 特别谈到了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到底我们脑海中出现了哪一些影像 那在书里面呢 就这本书叫做 我们在阅读时看到了什么 它是彼得曼德森所写的 彼得曼德森就是美国的聂尔征 但是他 他是一个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 封面设计大师 那在书里面他写到说 不如从莉莉布里斯科开始说起 莉莉布里斯科呢 他这个角色出现在英国女性作家 他的名字叫沃尔福 沃尔福写过一本非常重要的小说 叫《灯塔行》 他写过很多重要的啦 其中一本叫《灯塔行》 那《灯塔行》里面呢 他写到了这个莉莉 就是他最主要的女主角 他怎么形容她呢 眼睛小小的 像中国人一样 五官不安的 皱在一起 那莉莉呢 在书中 她是一个画家 然后当小说 在叙事在进行的时候呢 莉莉正在画画 那当时 她在画画的时候 然后 在书中的场景 是一个夫人 然后 走过去 就看到 莉莉在画画 一个贵妇 一个贵妇看到莉莉在画画 她走过去看 她说 你到底在画什么 这样子 结果 莉莉很讨厌 她在画画社 有旁边的人在那边绕来绕去 就像我们在吃饭 或者是在办公的时候 然后 你在看电脑 就有很多人在旁边 你看 你在看什么 你会觉得很烦 就是我在做什么 我的事 就是不管你的事 这样子 莉莉呢 在书里面呢 她就显得非常的 庸促 非常的不安 那直到了 这个 有一个温和的老好人 在书中出现 叫班克斯先生 就走过去 看到了莉莉的画 说你在画什么呢 那所以 她就一个一个一个问 那其中就指到画面里面说 那边那个紫色的三角形 是什么 那莉莉呢 没有对她多做解释 没有多做解释 但是莉莉在心中有OS 就迷之声 或天之声这样子 那莉莉的心里的画面说 你看不出来吗 我画的就是贵妇人 跟她的儿子 也就是说 在一个下午的party里面 在一个午宴 下午茶的宴会里面 有一个画家坐在角落 他静静的 将所有的人的一举一动 把她画下来 那每一个人看到她在画画的时候 都跑去干扰她 说你到底在画什么 你在画什么 那但是呢 画家把画给她看的时候 没有人看得懂 她在画什么 原因是因为她用非常简单的方式 用画三角形 用圆形 用不同的影子的样子 去捕捉人的概念 好 重点就来了 沃尔福在写这一段的时候 并不是很具性迷意的 描写 莉莉 怎么样的画这些人 甚至于大家看到她的画的时候 这上面有一些紫色的三角形 当我说紫色的三角形 这一句话的时候 其实大家脑海中所出现的画面都不一样 我指的是莉莉 因为在画里面 我刚才有形容过这个下午茶的party 那在party里面 然后画家坐在旁边 将每一个人画下来 那其中的这个紫色的三角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贵妇人 那人在画面里面被画约了 可是呢 我们其实没有看到这幅画 我们是透过沃尔福的小说 文字叙述里面 我们知道被告知有这幅画的存在 那身为读者的我们 我们在看画的时候 你看我们脑海中呢 只能想象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小说中的景色 就是下午茶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每一个人参加过下午茶的午宴都不一样 有的可能就是五星级饭店的下午茶 有些可能是吃到饱餐厅的下午茶 有些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过的 这种非常高级的下午茶 所以当我讲说下午茶午宴的时候 收音机前面的朋友脑海中所出现的图案 都不一样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个 她用很多不同的形状 画下现场的人的样子 那这个小说里面的女主角 她用紫色的三角形 来代表贵妇跟她的儿子 但是呢 我们其实看不到 莉莉所捕捉的景色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脑海中自动浮出来的样子 这也就是艺术在吊诡的地方 在艺术创作的过程里面 作者他尝试做一个东西 然后例如说 我之前讲过波洛克 波洛克他用油漆 泼的到处都是 用低的上面撒的图丁 我讲过很多 但是大家如果只是当初用听的时候 其实你不太能够理解 那画法会长什么样子 这是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想象 你可以使用图丁 好你把他撒在那个画布上面 但是我脑海中撒图丁的样子 跟你撒图丁的样子就不一样了 第二个要铺上那个油墨 然后倒上垃圾 像这些东西倒上去的时候 那你脑海中出现的东西 其实跟我们脑海中出现的东西 也不一样 但是呢 一样都是艺术创作 这就是现代艺术最特别的地方 那为什么我们讲说 沃尔福是24系最伟大的作家 原因也在这边 他的图像具有高度的渲染跟想象力 那他也深深的具有这个现代的 无论是表现主义或抽象主义的这种表现方式 所以当我们要理解画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单单看画不了解 原来是因为我们阅读的量不够多 当我们的阅读的量 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对于艺术的理解会容易更进一步 那这阅读的量呢 需要透过时间来累积 我最近读到一本非常恐怖的 一段非常恐怖的文字 这个文字上面写到就是说 即使人们大学毕业了 他也不曾受过教育 真正的受过教育 是你有够仔细的阅读 然后能够理解经典 他你们所传达出来的生命意涵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显得完整 那我在全人教育的这个概念之下呢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被教 就是在阅读的过程里面 他没有真正的被教育过 他只是说过大学的职业分类的训练而已 所以这是这个非常特别的观点 那最后哪些故事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家都回到节目现场 休息一下 听广告啦 焦溪长龙凤凰酒店 天府寻暗 特务现身 几日起 充满中国风的实境解谜游戏 等你来挑战 考验你的观察力 找出关键人物 晚餐再想正宗穿鱼麻辣火锅 香 麻 烫 辣 只在焦溪长龙凤凰酒店 定房专线 03-910-0688 03-910-0688 昌明哥 如果要省钱 你生病看医生的钱和孩子吃饭的钱 你会省哪一个啊 当然不看病也要让孩子吃饭啊 是啊 所以好多弱势家庭为了家人的三餐温饱 舍不得看病 我是吴仪佩 我是虎昌明 请跟我们一起到全家 用三百元认购 救助协会套餐 帮助弱势家庭 三餐有饭吃 让爱不断吹 大家好 我们是台湾国乐团 欢迎你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收听的是 飞碟联播网 飞碟晚餐 我们在今天飞碟晚餐 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这个比较不一样的艺术观点 那这个艺术观点呢 在于就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什么 那这个主题也连接到 我们在礼拜五的节目 跟大家所分享的现代的艺术 从这个抽象主义 表现主义 到后来的普普艺术 其实都有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关联 那当然呢 就当你阅读到一段文字的时候 其实你脑海中你浮现的东西 都完全的不一样 就每一个人 然后都浮现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认知就有了落差 我在这一段 我在前一段节目里面 有引用到维根斯坦 维根斯坦是20世纪 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家 那这个哲学家认为是 我们的世界 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 在于我们对文字的定义 很不清楚 如果我们对文字的定义 有相同的认知 有一样的清晰程度 那么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 就会迎刃而解 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就有点像是大法官视线一样 大法官视线之后呢 所有东西就一个标准的单 反正任何东西就不能抵触到宪法 那哲学有点像是世界的宪法 就是如果有一个 有一个世界的宪法 生命的宪法 它能够将所有的一切 定义的清清楚楚 那我们的人生就不再具有迷惑 但实际上这样子的概念 只能存在于物理 或者是数学里面 数学其实很多模糊的东西 灰色的东西 那这也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我们尝试 我们不断的尝试 要去理解世界 要去理解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我们透过影像 透过阅读 透过人跟人之间直接的交流 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 就是说别人怎么想 或者是我怎么想 但即使是更清楚 也只能说在百分之百里面 增加了百分之零点零一 那你现在可能是百分之二十三 就这样 这个比例性相当相当的低 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世界 理解真实 但是无论是作家 或者是艺术家 他们尝试透过不同的创作 让我们去理解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就是我们在阅读时 看到了什么 那作者彼得曼德森 他是当代最有名的 封面设计大师 他也是一位 这个艾苏的狂人 那特律号的观点 让我们理解 就图像跟阅读 有一种很密切的关联 它不是神秘 引而不现的 它是一个非常直接 而且非常密切的关联 那同时呢 我们也透过文字的阅读 去理解 到底读书是什么样的 一件一回事 那读书的时候 有点像什么 像看电影 在书里面写到 其实他说读书像看电影 但是又不是真正的看到电影 而是你在阅读文字的时候 那里就会有 许许多多的形象出现 然后这个形象呢 是一幕接一幕 一幕接一幕 那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 这个生命经验 然后跟生理架构 所以我们脑海中出现的影像 有可能是彩色的 有可能是黑白的 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同一本书 一百个人读 就一百个版本 其实听人家讲书 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因为他要把他脑海中的影像 重新透过他的语言 来诠释给我们听 所以我们在 这也是个图像有趣的地方 当我们在看画的时候 画是艺术创作者 他看世界的方法 那透过他的眼睛 他是这么理解世界的 所以 为什么我喜欢艺术的原因 就在这里 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眼睛 去看到别人的世界 当我们透过 我们借另外一只眼睛 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世界 是多么的不一样 他也具有不同的面貌 他看到了 我们没有发现的世界 那文字也是这样 文字是有更细腻的方式 但是文字也非常的模糊 文字本身也非常的模糊 然后在书里面 其实我写到 我看到非常多 有趣的东西 那包括了 开场白这张 开场白呢 他这张里面就写到 就是说 一堂诺卡尔维诺 他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在我在成长青少年年代的时候 非常火红的 叫做如果一个旅人在冬季 那么在书的一开始里面呢 他写说 开始于某一个火车站 火车头正在鸣笛 冒出来的蒸汽 冒出来的蒸汽 然后还有烟雾 所以你在看这个文字的时候 你脑海中出现的图案 就会遮住所有的文字 你所有阅读的文字里面 都像在雾里 在云间一样 然后模糊 暧昧 然后不清楚 当你翻到下一页 又下一页的时候 你会忽然回过神来看 我刚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觉 就我们看书看看 忽然看到一个 在树摩的章节 的时候 我怎么之前 他提到一个东西 我怎么没有注意到 实际上他可能没有讲到 但我会忍不住回头去翻 刚才在讲 有讲到这个东西吗 他可能没有写到 但是他故意下了一个 这么具有悬疑的段子 这么悬疑的章节 要勾我们进来 所以每一本小说 在阅读的过程里面 都像是一部悬疑的电影 那这也是现代艺术里面 要做的 就是在同一幅绘画里面 他要具有强大的渲染力 那这个渲染力呢 是我们自己脑海去演出的 不是做的 做的提供道具跟舞台 这个概念像什么 像我们去KTV的时候 我们去KTV的时候 就有一堆人进去唱歌 那我们点什么歌 其实点什么歌 点嗨歌还是点慢歌都不重要 最主要是旁边很多灵骨 很多葫芦 很多有趣的东西 那朋友在唱歌的时候 我们就拿起来敲敲打打 那时候这一首快歌 才会变得更嗨 这首慢歌才会变得更悲 那相对的 我们人生的体验里面 我们会沿途 减时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们会解到灵骨 我们会解到想葫芦 我们会解到想板 那这些器具 在我们日后的 观看艺术的体验 或是观看阅读的体验里面 或是听音乐的体验里面 我会拿出来为自己加油打气 所以你不同的生命体验的人 所看到的艺术 基本上图案是不一样的 图案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在非天晚餐 跟大家分享就是 比如说我们讲过琼斯的话 讲过斯塔伯的话 康斯坦伯的话 泰纳的话 讲这些话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你不太能够理解 其实没有关系 在于就是我们或许我们的生命 需要更多的体验 跟累积 当我们有了这些经验之后 回头再来看这些艺术作品 或是读这些书的时候 才有更深一层的体验 但更深一层不会到哲学层次 就是说原来我们生命里面 有多了这一份的色彩 气味跟颜色 这也是艺术里面想要讲的 那当然了今天里面呢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找这本书来看一下 它本身是一本有趣的图画书 值得我们花时间来好好的理解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 欢迎你上Facebook 非天晚餐谢哲卿时间上面来留言 那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礼拜见